文字幕提供 所谓新電影是什么 其实形式 形式以前都玩过了 最终还是内容 就那个时代的内容 台湾新电影我觉得它也是一种电影工作的一种生活方法 被清晨是产生那个前后对这一类新电影的需求 然后它是一个最后的感觉 我认为我们的感觉是我们的感觉 然后是我们的感觉是我们的感觉 我的眼神传达了我的冒险 我的嘴唇会告诉你我爱你 我认为我最初看的《童年王子》 我认为我们的照片是这里 我认为我们的感觉是我们的感觉 他们的感觉是一种不同的感觉 他们的感觉是一种感觉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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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是过境,没有停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留恋的 只是觉得一种电影的生活方法消失了 可能我们要留恋的可能是一种生活方法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